好 我们再讲这个和氏璧的第二段 和氏璧算不算是一个吉祥的玉器呢 各位看官自己评论 我 我认为他是不祥的 怎么说呢 他第一不祥就是献玉的人 两条腿被干掉 第二呢 他又引起了另一场战争 什么战争呢 就是楚王的这个和氏璧 就是这个玉 就变和了这个玉叼成了一个璧 就是和氏璧 可是这个璧有一天被偷走了 听说是张仪偷走的 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战国的时候 张仪挂六国相印了 张仪是不是真的偷呢 这是悬案 反正这个玉就离开了楚国不见了 直到有一天出现在赵国的邯郸城里 这个当时各界都花燃了 因为那个玉大家都相传了 那真的是倾国倾城 倾国倾城 那个玉那个价值就连成了 大家不要小看 他是真的价值连成了 你要想当初秦昌王 听到这件消息 就是跟我一样姓秦的 他是秦国的昌昌王 他就找这个赵慧王 派了一个使者找赵慧王 他说你们赵国有这么一个玉 我愿意用十五个陈词跟你换 诶 这就是价值连成这句成语的由来 赵湘王秦国要用十五个陈词 来换和氏币 赵慧王他也很想 为什么他想一块玉 还可以换十五个陈词 当然是好事 可是呢大家这个陈词啊 都跟赵王说 大王你要小心 秦昌昌王是有名的流氓骗子 他干了很多的这种欺骗人的事情 千万不可相信 也许必没有了 陈词也没有看到 那怎么办呢 你已经答应了 好了 这个时候呢 在赵国有个年轻人 那真是胆士 跟他的爵士都是第一名的 他叫什么名字啊 叫令向如 这个人非常有名 学问满腹五句 就是全部都是爵士 胆士一样高 赵慧王就说 那个林向如啊 这个任务派给你 命令你把这一块和氏币 拿到秦国 拿到秦国呢 一定要拿到十五个陈词回来哦 你不能说把玉拿去了 让人空手回来 那都可以啊 我说好的 没问题 令向如就去了 到了咸阳 到了咸阳呢 请昭湘王啊 好开心啊 就赶紧把他请到殿上 然后他就问他 呀咸清 你到我们咸阳来 有带着你那个和氏币吗 令向如说 那当然有啊 大王愿意用十五个陈词 跟我们换 我们当然很开心啊 所以 已经准备好了 就从这个盒子里面 把这个和氏币拿出来 给了秦王 秦王一看 哈哈大笑 哎呀 真是绝世珍宝啊 太开心了 走看又看 怎么看呢 就是不提十五个陈词这件事 也就是把这个事给忘了 哦 本来是跟你讲好了 人家要跟他换 用十五个陈词换 结果他不提 就拿着在那边看看 哎 那就表示想要怎么样 想要强取豪夺 怎么办呢 令向如也没办法 令向如就集中生智 就说大王 您看这个玉如何 秦王说哎呀好啊 但是我要告诉你啊 这个玉一定得 有一点仪式 不能随便就交给你 一定你明天要沐浴更衣 要栽戒 然后明天是好日子 明天早上您来 在这个大厅上 我在献给你 正式的礼仪献给你 这样子的话 你得到这个美玉啊 才名正元顺 秦昭相望 听到哈哈大笑 哎呀 闲情说的有道理 好 咱们明天早上十点歉 好就还给了那家 令向如拿到旅以后 就赶紧回到旅馆 跟他的副使 就是他的随从老 跟他讲 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第二天早上 令向如就把这个 这个华丽的衣冠 全部穿起来了 就开始上殿了 上了一殿以后 手上也拿着个盒子 然后呢 这个侍卫官 这个就想 赵国使臣到 然后这个印象炉 大摇大摆就到了 然后就把盒子 放在这个 这个座子中间 秦王说 乘上来 哎 他不成 人家说 哎 干净啊 把玉拿给秦王 不行 你得把那个十五个成词交给我 就是那个书册 那就是 就我们讲说那个合约书 拿来给我 秦王说 胡说八道 那我什么时候说过 要给你十五个成词啊 没这回事 把玉给我拿来 不行 强拿 就把令向如 推到旁边 就把这个盒子拿起来 一打开 哇 空的 玉不见了 怎么办 把令向如抓起来 五花大法 准备砍头 说你再不把玉献出来 我就把你砍头 这个令向如也是有胆心的人啊 哈哈大笑 说大王啊 您把我砍的是白砍 这个玉现在已经回到了 我们喊单诚 您没份 除非 你拿十五个成词来换 否则这个玉 不属于您的 那秦王看 哇 没辙了 玉也不见了 光杀一个人没有意义啊 对不对 这个损人不利己 白开心 没办法就 把令向如给放回去 这一段故事就是一句成语 叫做 完必归照 好 好